PS5如何选显示器 最近有很多同学问我 我用的是什么显示器 想抄作业 各位大可不必啊 因为我的这两台显示器 这台AOC是两三年前的 右侧这台明基是去年甚至前年的 现在应该能花到更少的钱 买到更好的产品 所以这个视频我要教大家方法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驴 以这个小狗网站为例 搜索显示器 然后出来这么一大堆 上面品牌我不管 我不推荐 你们喜欢哪个品牌 就选哪个品牌 因为每个品牌都有很多 差不多同价位 适合PS5的显示器 首先第一个 屏幕尺寸 我推荐是27 那有同学可能说了 32寸行不行 可以 但是这个取决于你这个桌面的深度 我这个桌面是80 80厘米 那我感觉27英寸是差不多的 32英寸会大一些 具体看个人感受 第二分辨率 我推荐4K就是3840乘2160 那有人说了2K行不行 2K也行 1080P行不行 也行 然后是屏幕刷新率 我推荐是60 那又有同学会说了 那144行不行 可以 那120可不可以 可以 那165什么240可不可以 都可以 但是各位要注意 这个分辨率和这个刷新率 直接决定你的采购成本 据我了解 PS5的绝大部分游戏 已选择一个4K60的显示器 能满足95%的游戏 如果你玩高刷游戏比较多 比如使命召唤这类的 这种游戏它有120帧模式 那我推荐你选144 至于说是4K的144 还是2K的144 取决于你钱包的厚度 那有同学说了 那我现在有一个1080P的电视 或者显示器 不想升级 可不可以玩PS5 可以 但是1080分辨率 不能把PS5的性能都发挥出来 然后再往下走 面板 那我推荐是IPS面板 这有很多IPS面板 我多选 把这个IPS这几项都给它选中 那下面出了一大堆 再勾选一个小狗物流 可以按照综合排序 也可以按照销量排序 这个视频没有广告 纯粹自然排名 第一个是红米27英寸 4K IPS 100RGB 1599 这些显示器我都没用过 仅供参考 那AOC的1999 可不可以 可以 而且它还内置了音箱 小米这个还有Type-C 反向充电 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 没有也可以 如果能便宜点也可以 然后右侧是LG 1449 这个AOC是1699 LG这1449是10万的销量 AOC这款是1499的是50万销量 这是20万销量 小米这款是100万的销量 但往下走 还是AOC的 这么多太多了 光AOC就这么多 菲利虎也可以看成是AOC 戴尔 戴尔可以 但是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 三只小鸟还有很多很多 我就不一一讲解了 至少说从1500到2000 甚至到不了2000到1800这个预算 是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知名品牌的显示器的 我们再换一下 把这个60赫兹变成144 也就是4K144 还是综合排名 RG的是2999 菲利普的这款3700 RG这款是3800 3900 3500 3700 3500 V星的这款是2500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这个同样是4K144 2500 那这个是3799 或者说这是3800 3900 那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肯定是有的 具体是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 你们得具体去锁定 去对比 我给各位一个参考 通过这种筛选方法 筛选出两三个 你认为不错的显示器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比如我建议买销量比较大的 以RG这个为例 274K144 2999 我并不是说这个好 我再教大家方法 下边有大量的技术参数 我就不一一看了 谁花钱谁看 这里有一个商品评价 5万 因为销量大 所以说评价评论 也会比较多一些 勾选只看当前商品 马上变成了2000的评论 差评20 中评10 那我最喜欢看的是追评和中评 屏幕有坏点 他说的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你买了也会遇到 仅供参考 差评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看 偶尔看一下 中评还可以 看看他说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你能接收得了 看完评论之后呢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的商品问答 为什么我刚开始让你们选几种呢 因为一个不足以满足你的需求 选择三五个一个一个的去对比 去看看它的评价 一定要买销量比较高的 看一下中评 看一下追评 这个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至于价格 如果你觉得这个狗网站价格比较高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猫网站 就是宝网站 那里面有一些企业 专门卖显示器的 可能会价格会低一些 但是也要注意物流啊 因为显示器这种玻璃产品很容易碎 比如说显示器的光感 那没办法 一个是看评论 二是看一些网上的测评 建议大家买一些知名品牌 而且要知名的型号 仅供各位参考 感谢观看